複耀玻璃是可以留意一下 複耀玻璃今年1至11月消息額增长有25%的增长 再加上头三季的营收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今年也有税后统一等等 对于内地的玻璃或者汽车窗的出口 其实也有一定的帮助 近期走势整固完一类的慢慢沿着升轨抽回上去 今天来讲相对上升幅大一点 还有一个突破在这里 下一轮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试上 你由10月去到11月左右 12月头这些水平的一些高位阻力 看着47元这些位置能不能够破得到 如果向上 如果破得到的话 甚至乎这些高位 我相信是8.4元 也有机会去到 向下了 你upside要看 向下当然要看 向下如果你不想 如果买得太远 买得太远 做止损的话 我相信有两个位置是可以去考虑的 其实都很近的 第一个位置就是这一天的高位 这一天的高位 43.6元 第二个位置就是今天的低位 那就是45.8元 不是 这一天的低位是42.2元 在标准出来的 42.2元 看着这两个位置 去做一个止损 如果你真的可以 承受风险大一点 我觉得把40元都没有问题 如果承受风险能力是大一点的朋友 的话 我觉得就放40元 其实可以 如果你不想放那么远 你觉得我想搏去那个 应该是suppose 其实为什么不应该穿今天低位呢 因为它沿着我的uptrend上 其实它穿了今天的低位来说 其实它会有机会破坏了那个uptrend 第一个位置就不是那么理想 穿了42.2元的话 第二个位置就是40元 这些整座的关口都失去的话 就十分之不好了 所以来说 我觉得部署先看42.2元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就是看40元 向上就看47元 或者是这一天的高位 就是48.4元 如果穿得到的话 才有机会上望50元 留下的水壁